大家好,我是帽子 大家节日快乐 那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放假和分成 帽子只能待在家里 那待在家里没事干就看了好多好多的Vlog 然后帽子发现在最近的Vlog里面 很多主播有可能是节日的原因 都在做一款叫热红酒的音频 帽子好奇心就起来了 那帽子今天就来试试 那个大家都推崇的热红酒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们来做一做 那做热红酒的材料呢 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但是帽子总结一下 大多用的几个材料呢 一个就是红酒 那热红酒热红酒嘛 肯定要红酒 用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就是橙 是必须要有的这两款 然后接下来有很多种香料 但是所有的视频帽子看下来 这三款香料是最基本最常用的 一个是肉桂 一个是丁香 一个是八角 好 那我们来开始试做一下 尝试一下味道 拿一个锅 拿一个锅 顶部去掉 我们也别多 因为是试喝嘛 所以也别做太多 做一杯的量 那先估计一下用个三片橙子 然后多切一片 等会儿 看看是不是可以做个装饰 这个先放在旁边 八角 丁香 那为了等会儿再倒出来的时候 不专于把这个调料倒在酒杯里呢 我把丁香插在橙子里面 好 热灰 好 接下来我们倒红酒 差不多一倍的量 好 好 这里插一句 如果是在加拿大的小伙伴呢 可以推荐帽子推荐 可以试一下这款红酒 是帽子试下来 价位也好 味道也好 比较价位适中 味道比较不错的一款红酒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LCBO找一下 好 好 橙子也放了 然后 香料也放进去了 那我们再加些糖 好 放在炉子上煮开 好 好 它烧开了 我们再尝一下甜度够不够 这个帽子觉得可能是和个人的喜好有关吧 好 它烧开了 感觉还不错 感觉还不错 就是不是太甜 那么再加些糖 关火 好 热乎乎的红酒 好了 我们先把橙子放在杯子里 把调料先撩出来放旁边 等会再放进去 一下 超多把糖 太多分 吃了 烧是 雪 非常感激 水 放下 水 蒸鱼 水 好了 热红酒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味道 刚刚在做的时候 帽子在 吃甜度的时候 尝一下味道 感觉呢 还不错 那整个 感觉是很适合 冬天的 特别是下雪天之后的 饮品 先试一下味道 有些烫 嗯 总体感觉不错 有 橙子的清香味 然后再加上一些 调料的一些 比较 复合的味道 再加上 红酒原有的 葡萄香 然后再加上 我们后面 又放了好多的 那个糖 然后整个饮料 是一种暖哄哄 给人喝下去 一种暖暖的感觉 很适合冬天 做一杯喝喝 而且简单 方便 关键还有呢 因为酒精一受热之后 就会迅速挥发 然后你这款饮料 喝下去呢 你虽然能够尝到 一点点 酒的感觉 但是其实 它的酒精 已经基本上 全部挥发掉了 根本没有 像喝 普通红酒 或者喝一些 其他酒的一些 嗯 怎么说呢 酒后的那些 后劲 这个都没有 非常不错的 一款饮料 有酒味 但是 酒精很少 很少 很低很低 嗯 不错 以后 这款饮料 冬天的话 可以尝做 就喝了这两口 帽子身上 已经开始发热了 这真的不是公文 也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有这个效果 好了 那今天的试喝视频 就到这边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己做一下 这些材料 不管在哪里 都会有八角 桂皮 肉丁 如果感兴趣的 还可以加些 其他的佐料 说呢 开个玩笑说 你可以把它当做 炖肉一样 来做这杯红酒 但是 说句实话 这个饮料 非常的 可口 也非常的吸引人 它的味道很复合 很复杂 希望 你们也会喜欢 感兴趣的 小伙伴 可以去试一下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大家 拜拜